朋友们,我因为说错一句话,损失20万,你敢信吗?今天我又闯大祸了,原因是在直播的时候说错了一句话,被扣了2.5分,之前因为直播和工作的事情,我跟小美有过商量,就是我重新开始来直播,她直播白天,我直播晚上,但是其实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播了,所以我对现有的直播规则不是那么的熟悉,导致在直播的时候经常被提醒被扣分, 因为现在整个系统的扣分规则非常严格,直播话术也很严格,而我的直播跟小美的直播有点不一样,小美直播她就围着产品在讲解,我直播我天马行空,想到哪个故事就讲到哪个故事,举个比方,我现在在分享这款产品,在讲解这款产品,可能我突然间就想到了另外一个事情,我就在讲别的事情,可能就违规了,还有我就很喜欢回复弹幕的问题,因为我总感觉别人问我的问题,不回复的话有点不礼貌, 所以导致我可能在讲解的时候挂的是这个产品,举个比方我挂的是洗发水,然后别人再问我另外产品的问题,问我这个好不好吃,然后我说好吃,你洗发水能吃吗,肯定不能吃,所以就违规了,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提醒和扣分 我是在上个月底,二月底开始直播的,那时候其实我们直播非常顺利,小美每天直播也很顺利,包括整个直播的人数都很稳定,但是因为我一直播扣了2.5分,停了半个月没有直播,就像我们做生意一样,你开门开着开着就关了,你这个店的生意就好不了,经过半个月没播之后,我们又加了一点分上来,又可以播了, 然后今天晚上我直播的时候又扣了2.5分,又被瞎播 最起码有半个月以上不能直播了,这个损失的话初步计算差不多损失20万,一部分的损失是不能直播了,你不做生意肯定就没钱嘛,第二个呢,广告收入,影响后续的广告整个广告安排,包括视频的一个拍摄,所以这个损失是不可估量的,想一想还是挺揪心的,然后我跟小美说,小美说大不了我们停一段时间嘛,在 但是这样反反复复,反反复复,总归不是个办法,所以我决定重启我的账号,我的账号是小七月爸爸,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哈,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,所以有可能从今天开始,我就会用我的账号来进行一个视播,晚上8点,我也欢迎大家到我的账号来看一看,然后来给我鼓鼓劲好不好,不然我真的有点对不起小美,如果没办法进行直播的话,这个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对我们, 当然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我们整个的视频拍摄,因为我们每个月的广告拍摄的话都是从月初就定下来的,那我们扣了那么多分,一下子橱窗功能关闭了的话,就没办法这个发布广告,这个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,要跟品牌那边一个个的去解释啊,包括跟招商去解释啊,嗯,头痛啊,头痛了我, 如果我从我的账号直播的话,你们会来看吗,其实我以前的账号还不错的呢,我以前西瓜头条的账号叫乡村老乡,抖音账号是小区月爸爸,现在有将近5万粉丝,但是因为我没办法同时经营两个账号,我的账号就很长很长时间,可能一年多都没有认真拍过视频更新了吧,这个也是蛮可惜的,所以今天晚上打算试试看,在我的账号进行直播, 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我的账号来看一看,好不好,也看一看我到底是怎么违规的,我会不会继续违规,感谢大家,谢谢,谢谢,另外小美的号可能要停一段时间了,又要洋洋分了,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云林雾里这个扣分是什么,像我们每一个账号它的分数都是12分,跟驾驶证一样,然后它低于一定的分数,它就会影响直播推荐,如果低于8分,那它就直播就输得很大影响, 如果一天扣了2.5分,它橱窗功能就会关闭,如果低于4分,橱窗功能永久关闭,你就没办法再进行直播了,所以小美的号可能需要停一停,我的账号打算也更新一下视频,但不是喜欢看美食吗,我在账号继续更新美食,还是更新小区院呢,如果喜欢美食的话,我就把我自己做饭的一些素材和内容发到我的账号,如果喜欢小区院呢,我可以拍摄一些小区院的日常,也欢迎大家评论,看看大家想要看哪些内容好不好, 那我们本钱就到这里了,我要向小美去解释了,我都不知道怎么向她解释呢,明天见,拜拜